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克西,欢迎来到马克西说澳洲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波浪楼Aboard 位于墨尔本的Russell Street,离唐人街很近 对面的话就是州立图书馆 今天这套也是一个一房一味 但是比之前卖掉并且交割的那套要面积更大一些 视野是差不多的 下面我们就去内部来看一下具体的区别 我们的价格是45.9万到47万澳币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套 这套是4603 之前拍的另外一套一房一味是4904 已经卖掉并且交割了 那这一套的话面积要大一些 有50多平米 而且视野同样也是相当不错 并且我们注意 它第一个是有很长的一个中导的 另外一套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房子是一个升级款 这边的话是放冰箱的位置 留的空间也是足够的 炉灶烤箱抽油烟机都是全套的米勒 没有任何问题 这边是洗碗机 它这个面积大在哪里呢 主要是客厅啊 我们看这个客厅呢 是很深的 而且有一个内阳台相当不错 这个内阳台呢 也可以利用起来 作为一个开放的空间 放个小桌椅什么的 喝喝咖啡都是不错的 这边是对讲机和它的大金的中央空调 这个房子呢 其实之前是有租客的啊 搞的房间非常的乱 所以呢 我跟房东商量下来 还是让租客搬走以后 再来出售这个房子呢 效果就会好很多 我们看看窗外吧 这边朝向是朝北的一个朝向 所以可以看到光线非常的好 另外的话呢 今天明显是阴天多云的天气啊 但是视野光线都还是OK的 这边就是著名的 Royal Exhibition Building 就是那个皇家展览馆啊 这个是Carton Garden Carton花园 还是视野很明显的 这边这栋楼啊 有金边的 大家看到吧 这个就是著名的香格里拉酒店 它的中文名字叫做 绿宝石花园酒店 然后呢 一栋是酒店一栋是公寓啊 因为这个角度只能看到一栋而已 我们在Russell Street嘛 Russell Street呢 是离唐人街比较近的位置 而且的话呢 这边的高端住宅公寓不多 一共呢 基本上数下来就是两处 一处是我们这个波浪楼aboard 另外呢就是QV 但是QV的话呢 楼要旧不少 相对来讲呢 这栋楼是更加高端一些 也会比较新啊 这边是洗衣机和烘盖机 现成的都有啊 所以这个房子就直接拎包入住啊 没有任何问题 这边我们看是卫生间 卫生间差不多在三个平米左右 然后是有两个脸蓬头的啊 诸客搬走以后 做了一个专业的清洁 所以现在效果是非常的好 这边我们看一下是卧室 卧室的话呢 有十来个平米啊 十二平米左右 这边是光线都可以打开的啊 它因为一房一位嘛 所以说打开来看一下外面 外面就是跟客厅的景观是一样的啊 早上的话 这么一个46楼的高度啊 看看窗外也是挺心旷神怡的 视野效果非常的好 好的 那这套房子呢 基本上就拍到这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配套设施呢 因为拍4904的时候已经拍过 这里就不重复了 最后老样子说一句 如果您在澳洲墨尔本有一套房 想要最近考虑出售的话 欢迎随时私信和我联系 或者呢 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